这皇宫内院, 也不是一时三刻就走的完 你身体刚刚好 也不能走太多的路 随便看看就好 这到底是一个院子还是一个城 怎么这么多房子 左一镜右一镜的 好奇怪哦 又没有河 在这么长的桥干嘛 好奇怪哦 上面有个亭子 好奇怪的名字 好奇怪 我好像到了一个仙境 太没正式感了 将来我出到宫 回到民间 跟他们说 他们都不会相信的 哥哥 我要告诉你一句很重要的话 什么话 你现在已经被皇上认了 你就再也不是当初的小燕子了 皇上有那么多的哥哥 我还没有发现他喜欢哪一个 像喜欢你这样 被皇上宠爱 是无上的荣幸 也是件危险的事 在宫里 多少人眼红 多少人忌惑 多少人忌惑 我不得不告诉你 你一个不小心 被人抓住了小辫子 你很可能 糊里糊涂的 就送到了一条小蜜 大雨那么严重啊 你最好相信我 皇氏血鬼 不容混淆 如果有丝毫的破绽 可是砍头的大事 你懂吗 可是娘娘 我是小时候要出宫回家的 噓 这话就是犯了忌讳 什么回家 这儿就是你的家了 从此以后 你的荣华富贵 是享用不尽的 可是 你千万不要再说 你还怀念民间的生活 或者是 有关你爹娘的疑惑 现在 皇上认定了你是格格 你就是千真万确的格格了 你自己 也要毫无疑问地相信这点 那万一我不是格格 怎么办啊 小脸小心 如果你不是格格 就是七军大罪 那是肯定会砍头的 不止你一个人被砍头 数千年的人 还有一大群 像恶女 像我 像狐伦 都偷不了干性 所以 这句话 你咽进肚子里 永远不许再说 紫薇啊 紫薇 我要怎么办呢 我是怕死的人 我可不要死 我活得这么快乐 舍不得我这个脑袋呀